今天勇士队迎来了和爵士的较量 两支球队都是以团队为基础 因此今天的比赛看点十足 在比赛开始之前 爵士队的米切尔曾大力地称赞库里 但是比赛中 他们可是没有一点手下留情的意思 库里的胳膊都被他们给打出血了 全场比赛他们对库里的防守 可以说是一直都在上身体侵犯援助体 这引起了主教练科尔 和球队精神领袖伊哥达拉的严重不满 前两节比赛勇士队一直都领先爵士 但是第三节比赛情况突然发生了改变 球队单节砍下了41分 直接逆转了勇士 也就是这一节比赛中 主教练科尔还有伊哥达拉 连续被裁判吹罚了技术犯规 当时很多观众都比较猛 都不知道是咋回事 随后现场的转播给出了解释 主要是因为勇士队认为 爵士队库里的防守动作过大 很多时候应该吹罚犯规 但是裁判却是弱无睹 纵容了对方去用更大的动作侵犯库里 因此科尔首先爆发了 随后没多久 伊哥达拉也因为情绪激动被吹了技术犯规 但是末节比赛勇士队三军用命 直接是7比0开局反超对手 随后库里也三分命中 维金斯这个时候也不再养身 直接连砍8分打敌爵士队 是会不成军 最终逆转对手获得了比赛胜利 由此可见被激怒的勇士队 真的是惹不起 就连一直以来好脾气的嘴哥 都看不下去直接爆发了 可见如今的裁判 对于库里是有多么的过分 联盟中最没有援助体的球员 第一